好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繼續要來關注到在上週六 臺北關渡自然公園 是發現了四十二隻漂流的鳥類屍體 而臺北市家禽批發市場 也主動通報發現一批土雞有異狀 經過確診的這個檢驗之後 確診是高病原性的禽流感病毒 而經過調查 這批土雞來自於雲林縣水林鄉的養晴廠 除了通知當地防疫機關做後續追蹤 另外在關渡自然公園發現的鳥類屍體 防疫人員為了防堵病毒擴散 也進行環境消毒 並且視察的周遭養晴場